這一組儀器啊 如果說以陰陽來講 它是比較 我們用陰陽的角度來解釋 比較容易懂 比方說這是陽的波 進去身體去掃 然後回應回來之後 查看你身體哪裡有問題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得到的數據 是由陽的角度來觀察身體 那它所觀察到身體 有問題的地方是一定有問題 但它說沒問題的地方 未必沒問題 那另外一組它類似就是用陰的鍋 打到身體 來觀察身體 那陽的部分 就是說它掃描出來說 有問題的地方也一定是有問題 但是沒問題的地方未必沒問題 有問題的地方 比方說身體陰陽都有問題的 那這兩組儀器都可以少得到 可是如果身體的地方是 陽的有問題 所以這邊的儀器可以少得到 那邊的儀器未必少得到 所以這兩個交叉起來之後 所得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一個最忠實的狀況 那在我沒有看到 那一邊的那種陰的波 在掃這個內部的一個數據之前 我看到有陽的波是少的 可是你某一些部位啊 情況好像特別的活絡 就不太正常 譬如說 在這個子宮卵巢這個位置上面 它特別的活絡 那我認為說 依您這個年紀來講 不應該這麼的活絡 那可能這個地方有一些問題 那剛剛經過我的脈診 我發現說確實有問題 所以我就拿這個資料來看 結果就確實看到了 所謂的軟巢囊腫係數啊 我就偏高 那麼這就是 所以表示這個掃描出來的結果有錯誤 它並不是錯誤 它這所謂的它的不足之處啊 它沒辦法偵測到這個地方的問題點 因為我剛剛說 這個震動波進去啊 照理講要完全解治身體的所有的 那個問題來講 這一娘娘波還不夠的 照理講是有五種 金木石火土五種波 來進去掃描身體 得到的結果是更客觀的 但是一般生病來講 大概是一個器官 它生病五行都會受到干擾 所以你用任何一種 拨進來 金木石火土的任何一種拨進來的話 對身體的檢 就是說檢視都有一定程度的可靠度 這是大概一個情況 好那看別的好了 這這骨盆的 結束了 看看別的地方吧 不要錄 我再掃幾個部位 不要錄